人家版小学课本、小人书、老式穿衣柜、绿皮冰箱、缝纫机、老式电视机、小霸王游戏机 对于如今的80后和90后而言,这些物品都充满了回忆 近日,重庆一位90后戴东和他的几位伙伴 用3000多件老物品打造了一间匆匆岁月年代体验馆 吸引不少当地民众前往怀旧 3月25日,记者在探访该馆时了解到 整个年代体验馆占地面积约为500平方米 馆内包含时间长廊、童年教室、青年卧室、成年客厅、放映厅、游戏厅等八个主题区域 探计打造这间年代体验馆的初衷 场馆主要负责人戴东告诉中心设计者 他在重庆一家培训机构工作 平时常接触80后和90后的家长群体 他希望打造一间体验馆 把这代人的生活记忆展示给他们的下一代 有一次的话就是有孩子的家长 咱们在聊到话题的时候的话 就聊到现在的孩子的话 很多东西都没有见过 然后就有这个初衷吧 想把我们以前就是孩子的父母 以前经历过的东西 或者说用过的东西看见过的东西 然后展出出来让孩子这边能有一个大概的印象吧 据介绍馆内的老物件部分来自带东和伙伴的收藏 也有部分是他们自处收集而来 我们这个馆的话 有一共加上我有四个人 然后一块组建的 当中的话大部分都是老物品收集爱好者吧 然后把这个想法跟他们说了过后 都觉得还可以 正好自己家里边的话 东平西都可以淘一些东西出来 记者注意到 馆内的童年教室 青年卧室和成年客厅三个主题区域 是按照一代人的成长过程来布置的 其中客厅里的双洗毛巾 金鱼洗字脸盆 鸡毛胆子等物件都充满了年代感 教室的话是以小学教室为布置的一个主题出来的 然后步入青春过后 我们这边的话在第三个主题区里边 就是一个卧室 在卧室里边的话 你会看见很多明星的海报 那个时候我们都有一颗最新的梦吧 带东告诉记者 场馆自开放以来 最受体验者欢迎的是放影厅 这个房间是按照音像电的设计来还原的 我们以前花一块钱 就可以租一部碟子 回家可以看一个半天 然后在我们馆里边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一个房间里边 有很多你以前看过的篇子 比如周星驰的陶雪威龙 然后甚至于你还可以在里边坐着 待20分钟或半个小时 看一部你觉得以前特别怀念的那些篇子 都可以通过我们放映厅的这个电视 放映出来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